哈囉 大家好 歡迎您在1月30號 一起來欣賞109學年度 富邦仁壽大專籃球聯賽 預賽最後一天的賽程 首先第一場比賽 為您帶來是台灣師大 要對上健行科大 包括4號的陳宥偉 11號的尹齊倫 14號的朱俊宏 以及昨天砍進七哥三分球的林信寬 再加上許靜恩來擔任中鋒兼大咸鋒 健行科大今天再把骨毛為家 拉到先發陣容昨天做板凳 然後搭配林子豐 丁冠浩 孫永成 跟陳范博彥 基本上還是以能人作為班底 先發5個人當中有4個 是畢業自能人一開始的跳 區域聯防的防守陣型 陳宥偉變換速度 今天師大走的區域聯防相當的成功 哇 陳范博彥 超到球之後 利用健行科大的失誤 健行科大在 好酷解的一個方法 在賽前我們才講到 健行科大是比較不失誤的球隊 但第一件 陳范博彥 在底線出現了空檔 Yes 3 的青年財俊 在底線受到滑干擾 但在籃底下的進攻籃板反勾得分 林子豐可內可外 前鋒換上來 而健行也把高景緯 掉到了球場上面 高景緯一上來就得分 打得很有效率喔 在球場上面這樣子的陣容 高景緯進去以後分出來三分球 Yes Good 而且確實肌有 的確是 放球就比較上 漂亮的No Room Pass 這可以入選今日的五大好球 朱雲豪漂亮的 投進 施打到目前為止 沒有投進任何一顆三分球 王家昌在籃下搶分 急 重新再來一次 掉45度 漂亮啦 不過在暫停以後 你看到面對 找到整個區域聯防的擴展 第一角終於排施大 今天第一個遙遠的祝國點 都要排隊 欸 藍地下有空檔 拋射得分 王家昌 對 第二節的比賽開始 穿著白色球衣的台師大 陳宥偉拿手的眼淚 跑不夠來啊 按照你們賽前 這個事先準備好的戰術 來執行的 這也是運動最迷人 最有特色的一個環節喔 他沒有任何的劇本 所以你大意的心聲 感覺起來有慢慢 漸入佳境的味道 昨天對上福恩大學 尤其面對到過去的 就是有一些很正常啊 能放到三天的話 其實就已經滿珍貴了 林子豐今天的第二顆三分球 把握這樣的機會喔 因為教練團 今天在孟祖教練 其實給予他們相當多的空間 跟時間 讓他們再留在場上 是 孟祖教 今天還沒有得分耶 他是健行的得分之王 但是今天的得分靠懲犯 孟祖還在觀察喔 是 眼神真的是不斷地在飄移 三分線過來啊 懲犯 這個狀態下 會自己可能比較 打得比較想太多 哇喔 這個傳球一箭傳心太漂亮 虎毛今天好像沒有什麼出手 好球喔 而是做一個哇喔 這真的 持著默契沒話說 真的 所以他的一個穿針引線 對健行科大來說 真的相當的重要 好球 今年是大三的球員 他也提到了 可能在今年整個UBA賽季結束以後 也會投入到 激烈的一個賽場上 沒錯 河達從後場推進到前場時間 好球 一箭傳心的傳球 但是運氣不好 健行又一波的進攻籃板 哇這一波攻擊 劉維廷就賺了兩個進攻籃板 好 還是啦也有進攻籃板 有第三波的攻擊 漂亮喔 黃昂宇 的就是當然黃劍志 包含到東用拳 可能有一些傷勢的影響 沒有辦法到 賽場上實戰的磨練 哇 還有失而復得 感謝健行 朱元豪的送領 哇 不講理的投籃 但是非常有效 跳得很高 把籃板抓下來 朱元豪猶豫一拍的出手 漂亮 這是 來掌控時間 再回到高景緯的手中 高景緯往裡面走 來了一個跨下運球之後的 勉強出手 高景緯 這真的是滿勉強的 但打得簡直就跟Iverson一樣 高景緯替捕上場 得到了12分1的健行科大 由古貓維加繼續擔任控球 陳范博彥 要是一次複信連線 另外剛剛韋庭哥也有聊到 因為古貓維加今天看起來 打得相當的含蓄 我相信他成為學長以後 再現UBA的 前國手孫國昌 而且他從國中時候就已經成名了 沒錯還有一個弟弟也是走相同的 籃球的運動選手的路 對 古毛 傳球出來 左手的上籃得分好球 倒是林子豐今天大得很分放喔 的確喔 可能去吸收理解啦 還是要不斷地去做到調整喔 畢竟他們就是在一段去不斷成長的 六個籃板球 哇這也很漂亮的give and go 要分一分給丁冠靠 大爾團隊有一點點進入到這種調適 適應跟迷惘的一個狀態 他現在是大爾的一個年紀喔 在今年整個UBS場上就會平常心 就會保持著滿滿的正能量 要像陳范博諺一樣這樣子有信心啊 沒錯沒錯 陳范再標記音科三分球 古馬維加今年對於助攻王的角色應該勢在必得 哇這個Tierdry也相當不錯 陳友偉給一個差賽球 喔好球喔 林信寬 昨天的比賽希望能夠讓他打出信心 這一波的一個切入打得非常非常的豪邁 反正9 我們會說其實不管是從這一組別 哇前面先看 朱雲豪的 肚腳不管是面對籃框的左右邊 其實都相當的有心得 的確這也是朱雲豪的拿手好戲 今天已經三個三分九了 陳的演出 朱雲豪錯失了這一次兩分的機會 沒關係 我原來是要三分九 鋪梗鋪好 史上第一次UBA的一個冠軍的三連霸 是 因為對方一開始選擇用區域喔 陳宥偉的上籃得分 陳宥偉 今天得到八分 國第三節最後一波進攻機會 又是朱雲豪特大 哇 三分球 繞高下 這直接拆彈成功喔 一個特質喔 要有這樣的領袖氣質 對 王家昌的轉身單打 爬進去囉 所以施大這個 這場比賽反正就是為了八強而做準備 沒錯 把他當成這個比賽 重新開始就好了 但是 陳範柏彥 這種小組配合團隊助攻次數 是來到將近二十次以上 不過反觀 台師大這也是只有將近二 不會那麼的理想啦 骨毛突然之間的加速上來 Under 1 骨毛維佳今天的第一個FUGO 快去喔 的確 剛才是以亂治亂 這一次給完球之後直接做單檔 對 現在其實球員就是在球場上面 進行的磨練教練的戰術啊 而且好好地打出自己在球場上的一個價值 因為後面你延伸到的一個賽場就會是八強 在那個階段 你才是真的場場的勝負 對球隊來說都至關有影響 能不能進入到小巨蛋 陳宥偉 對角的傳球給林信寬 好球 林信寬今天的第二顆三分球 哇這一球想要靠你就知道 苦毛真的很聰明喔 哇好球 苦毛今天的第六次的抄截 曾永成的上籃 漂亮的三線快攻 看這樣的一個小組配合快攻演出 你真的會覺得是行雲流水 到在對位的球員已經是把他卡在後面了 但你在進攻端你要 哇這一球好球 吸引了三名防守球員 多了一個比重 不管是在抄截 或者是去當大所這方面 回家每場比賽幾乎是35分鐘起跳 太吃緊了 我對體能來說 哎唷好球喔 王家昌 右尾的地板傳球 台師大二打一的快攻上籃 漂亮啦 優勢的位置 你可以感覺到在同側邊 45度的隊友也很難把球送到他的手上 最後的比賽結束 現行科大 91比67 擊敗了台師大 不過這並不影響兩支球隊 進入到八強的決賽 應該說下一個階段的比賽 不過建行科大 在今天再度展現了他們強悍的防守 以及快速的球鋒 以及準確的